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妮 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在牙医这一行 在全民牙医这里当了牙医助理 那大家应该会很好奇说 这个行业是做什么的 是不是就是那些在医生旁边 拿咔嚓很多的工具 要蛮吸口水的啊 对对对 这是没错的 可是其实我们做的不只是这些 所以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解释 我在这里做工最基本需要做的什么事情 让大家了解这个行业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说 我可以推荐你进来跟我一起做同事哟 第一件呢我们是要去了解牙科的这些工具啊 器械啊我们需要去进行维护 也要知道怎么去做一个使用 如果你连这些东西都不会用 这样doctor跟你讲说我要这个 我要high speed 我要high vac 还是我要crier啊 borne 这些的话你不明白他在讲什么 那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服务到这个医生跟病人了 所以我们牙医助理呢 不只是要去吸口水 那我们也要去了解不同牙科的这些器械 还有设备的使用方法 OK 例如那个电钻 OK 就是我们讲的high speed OK 然后洗牙器 我们讲的scalar 还有就是x光 我们也要帮病人去调整好他们的位置 让他们照到一个完整的x光 OK 并且我们需要去掌握这些设备的使用方法 以确保这些设备是能够正常运作的 OK 这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了解口腔卫生的 还有口腔疾病的一些基本知识 那我们需要知道的很像是医生讲 你有助牙 cavities 或者是你有牙周病 OK 就是你的gum disease 牙齿需要补牙了 这些是什么来的 我们都需要知道 你要去跟病人去讲解 在前台的时候工作的话 可能要跟病人解释这些东西 OK 再来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做到安全卫生的标准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健康领域的嘛 所以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很安全很卫生的一个环境 所以你的手一定要戴手套 OK 你戴手套了过后呢 就不能乱摸就是我们这些干净的东西 你如果动到了病人的嘴巴口腔里面 你就不能随便去动椅子啊 坐姿或者是去拿那些工具 这样的话里面的工具也会肮脏 或者是你没有走到去摸到这些工具的话 可能会有细菌感染 那个patient有HIV啊 什么之类的 可能你也会重感染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需要去确保安全 然后卫生一定要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 OK 再来第四点 病人的这些病例数据管理我们都要去处理啦 OK 我们也需要帮病人去填这个病例 如果那个病人没有办法自己填的话 那我们也要知道那个病例表上面 到底有什么问题 比方讲说你有没有骨质疏重症啊 有没有高血压 胆固存 还是你有做过牙科过后有不良的反应 如果这些都有的话 我就需要帮病人在病例表那边填写 然后交给医生 医生会去决定他的这个治疗能不能做啊 会不会影响到之类的 OK 再来第五点呢 如果你是在前排工作的话 就是出去了之后 你需要去安排他下一次的appointment 到底是在几时 或者是说你下一次回来 需要做什么治疗 还是说你需要被转去别的诊所 看专科啊 还是看别的医生 这些我们都需要去做一个安排啦 OK 所以助理呢 也要去处理 就是病人的预约 如果他没有来的话 就要打电话给他们 诶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还不要过来啊 没有啦 就是大概是提醒他 要记得净迟到 如果迟到的话 我们要跟医生沟通 因为他一迟到的话 就会影响到下一个病人的时间嘛 OK 所以再来呢 你要去知道怎么去操作 这个付款的方式 就是不同的付款方式 都有不同的方法啦 就很像你要Grab Pay 然后或者是你要用信用卡 还是要按密码 还有或者是一些什么 insurance claim啊 然后公司的company pay啊 company rate啊 就很多 你就要去知道说这些东西 OK 所以我们的在前代工作 就要确保里面的这个工作 会比较流畅啦 OK 如果你一下子接太多walk in 就是没有预约的就走进来 然后你一直加加加 然后里面的病人就越来越多 这样子的话 医生也没有办法很顺利的 就是做好他的工作了啦 OK 再来第六点呢 就是我们需要去协助医生进行治疗 或者是手术 OK 就例如说我们需要去准备 牙科的这些材料 OK 然后协助操作啦 然后以确保这个治疗能够顺利进行 OK 你不可以讲说 你准备的东西准备不周全 还是这样讲说你要做更换治疗 那你就要把全部更换治疗的东西 全部准备好好 OK 这样子咯 呃 才减少一直进出这个房间 去拿东西啦 就会花很长的时间在做这个治疗 再来呢 你要做一个很很 能够帮助到医生的一个人 医生叫你细的话你要细干净 你不要细半又不细这样子 病人可能呛到水啊 舌头乱动啊 或者是嘴唇太后啊 然后帮他弄松他的嘴唇 这些你都要去帮医生做 OK 让整个流程会比较顺利啦 那你是不是还有想问的问题呢 那没关系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咯 再见 拜拜 喜欢的点个字